大家好,我是王狗 哈囉,大家好,我是王狗 沒錯,這一次是我們泰國行的第二集 上一集,我們到了死亡博物館 而這集,我們來到泰國十大猛鬼飯店 的唐人街精華大酒店 而這個唐人街精華大酒店發生過什麼事呢? 上影片 漫谷唐人街金华大酒店 这里曾经是1992年5月 泰国国人反对军人统治的抗争活动中 暴民活动基地 由于当时候政府镇压抗疫人事实 导致死伤无数 而这间酒店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 死者的停尸间 当时永时的水也被血染成红色 这里的灵异事件不间断地持续传闻之间 没错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传说 虽然我的频道会员里面 最后是选择皇宫大饭店 但这一次呢 唐人街金华大酒店 是我自己想要加吗 因为我觉得那里的故事呢 特别的有历史 我们住在这种地方吗 我们觉得不可能 博物馆住在这种没有人的地方 看完这个尸体博物馆呢 我的感觉是 人走后也是去的灵魂 最珍贵的东西就是 思想事后之后你什么也带不走 你的思想跟灵魂呢 可以在这个世界 留下一些什么 所以人活着到底意义是什么呢 我相信你们应该都会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等一下要去这附近的一个地方叫做烤山路 曼谷的助唱歌手 哇 老公是哪 不是哪 你看 慢慢看这个有一个鳄鱼肉耶 小鱼 小鱼 没有 没有 要不要先吃一点看看 对 你要吃一点 你要吃一点 好 哪一行中 它有一个腥味 嚼起来的口感跟魷魚差不多 这就是烤山路 这就是传说中的精华城 闹鬼酒店 酒楼 你要逼他 他用这个查镜 目前看起来 挺正常的 看起来还不错啊 没有什么闹鬼的感觉 那还要在这边玩碟先 只有黑哥真的落榜记的那次吗 我们第一次就是在台湾 你采放警察吗 那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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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痴 那他不要乱动 真的欸 他要请警察没上 对啊 后来把他放中了 是不是真的有 有准到 906 915啦 78年 915啦 你要不要916 这边间欸 这下面有什么 就是这个吧 四街吧 唉 到底今天会不会在这边叫鬼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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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吃燕窝吗 你要吃吗 你要吃吗 我现在只吃了几十几小时 因为我现在没钱 我们要换钱 哦对我们要换钱 对不对 我们要来这里换钱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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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现在已经买个运动细胞了 我觉得我可以 好 诶 白痴喔 这个鸟跟闪瘦的太多 这个鸟跟闪瘦的太多 还游戏才有 好 谢谢啊 各位大家 我现在是晚上的 差不多十二点多 我们要回来到饭店 然后呢 哪怕的泰国好朋友 等一下来找我们 我们要一起玩 第一次那个 我们来泰国玩前线是一样 那个时候哪怕还在 哪怕那个时候在里面叫包皮 现在要去 这个饭店的游泳池 因为这个饭店以前就是有政治抗争 泳池的部分呢也是 成为了 当时的停尸店 沾满了咸血 变成鲜红色的 变成鲜红色的 鲜红色的血 有人在这边玩 所以大家他们说说这个泳池 有染鲜红色的血 但是呢 可能因为泰国现在也是观光非常的发达 所以 大家可以看后面 就是一堆人在玩 看来呢我们不适合在这边做什么都市传说 所以大家 至少我目前 住到这个唐人街的精华大酒店 我觉得 是 没有太可怕的 对不像大家闯闻中角的那样 找到了 三个泰国人 在上喇叭 你记得吗 你记得吗 每个泰国人 记得吗 每个泰国人 都在说泰国人 所以说泰国人 对 对 所以你可以在上喇叭 第一个泰国人 可以在上喇叭 你会在上喇叭 一般 看我 要是 要是 要是等待 要是等待 diyorum 我没在mäßig 但是没办法 我没有在上喇叭 不然都不会 我真的搅担了 我再想一句 再说一句 有谁 是在哪里 在哪里 如果有 有 对 你不就不跟你干? 你不在哪里 在哪里 看是假的 no not go yes 他说K 在泰文来说OKOK OK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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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二、三 OK 結束 那好 Yeah No ghost You are right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呢 我們問蝶先說他在不在這 他回答我們說 問他是好還是壞 他也停留在K 那最後他就一直停留在這個K了 那除此之外呢 就沒有發生什麼其他的靈異事件 不過呢因為玄學有某一些的能量 是科學沒有辦法去預測到的 所以呢我對於 不管是碟線啊或是其他任何的法術 都是抱有一個開放性的心態 像前天的時候我經過了爐州的一間宮廟 我就有在IG poll 我問了那個廟裡的師父 說他們在做什麼 說他在做靈療嘛 說可以幫大家治百病 我就問上面的粉絲 你們覺得這個是 老祖先的智慧還是心理作用呢 而那個老師不也說嘛 他其實也不知道有沒有用 直到這個東西流傳了數千年 而且醫好了不少人 沒錯 萱萱呢就是這樣子一個奇妙的東西 就像我們玩蝶仙沒有出什麼事 可是前幾天也有新聞報說 玩蝶仙遺失集體重邪 此一名學生全婚迷塞走龍 口吐灌藝下害師掌 就是一樣的東西呢 卻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也會有不同的論點 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 就像這個IG post的一樣 那我身為一個派都市傳說 記錄這方面事情的Youtuber 自然要用最開放的心態 去接觸這所有的事情 所以呢 我在最近就結識了一名機身 他除了有靈異體質之外 還會被三太子上身 我就問了他本人的意願嘛 他就說OK 他願意來陪我玩蝶仙 並且在鏡頭前 表演三太子上身這件事情 不管他是科學還是玄學 我都想分享給你們 或許之後會再要選科學的方式去解析 譬如我最近又買了一這個 對他就是熱感測器 你可以從螢幕裡面 看到前方溫度的變化 他都可以依然 也或許 玩蝶仙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東西照照看 看看盤子附近有沒有 莫名的溫度異常 那至於這個附身的玄學呢 我不能把它稱 泰國自由行第二級的蝶仙發外篇 這裡 我們過去看看 哇 這麼深入喔 其實草已經超高了 在這邊 玩蝶仙 但是玩蝶仙前呢 我希望 你可以先請三太子上身看看 然後我詢問他一下說 我們可不可以玩 想要你呢 要來請三太子現身呢 哇 哇 那邊風太然變大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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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氓 流氓 一樣 適合 水 山太子 小哈尼变成山太子来了 我刚刚带小哈尼来这个地方 我们说要玩蝶仙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边玩蝶仙 后面不好 好 那你有想哭的感觉吗 为什么我会有想哭的感觉 我跟小哈尼可以在这边玩蝶仙吗 就在你现在坐的这个地方 那边吗 没错 他出去了 记得带他去 手机 好 还是山太子你 要去手机 你不喜欢被拍 好 那我 你要帮我拍照照 那山太子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吗 要回去 要给我解答了 扶他 好 解答了 扶他 你现在还好吗 什么感觉 好费精力的感觉 那你知道刚刚山太子来了吗 可是之后我就不知道在干嘛了 刚刚山太子有跟我说 我们可以在这边玩 只是出事的话要小心一点 这个感觉这里 这里很不好 我们就来玩这个蝶仙版吧 你说现在有想哭的感觉吗 还好耶 你走过来走就觉得还好耶 好奇怪喔 那我来发号施定了 3 2 1 开始吧 蝶仙蝶仙请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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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蛤 蛤 牠是餓,沒有想要問牠的問題吧? 你幾歲? 提前,請問你幾歲? 牠沒有動靜了 2歲嗎? 這不是剛好嗎? 你是小孩嗎? 怎麼怪這? 我感覺這裡好像有人 真的假的? 過去一點,給牠一個位置 那我們下一題問看看 我們今天能不能拍到靈異的現象? 我的手機沒有儲存空間了 這硬幣很恐怖耶 牠在H 你剛剛問什麼? 我的影片會不會錄到很恐怖的東西? 喔,所以錄到H 問牠下一題 你是男生的話就在B 是女生的話就在G 漂亮喔 小男生是小女生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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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想知道每次來我身上那個 真的是三太子嗎? 蛤?妳不確定喔? 不是 就我一直覺得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妳這樣讓我覺得很毛耶 雖然牠有託夢給我過 還是其實剛剛那不是三太子 什麼?什麼? 我... 讓我問問看牠 剛剛上你身的是不是三太子 你看牠這樣很恐怖耶 妳有過這種恐怖嗎? 牠不動了 叫我們等一下請得回去嗎? 請問妳現在是不是已經走了? 因為我們的硬幣都沒有動了 咳 走了 搭個警察局可以救我們嗎? 不然最後一問 我希望你回來了 如果你回來的話 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剛剛一直想知道的問題 就是上小哈尼生的 到底是生胎子嗎? 如果是的話 可以到YES 不是的話都NO 那你們現在是還好嗎? 這裡不妙耶 這裡不妙耶 不妙耶 他说Goodbye 他不想回答 如果你是不想回答 那也愿意让我们结束游戏 你就停留在Goodbye 没有 Goodbye了 Go 结束 看不到他就说 那骗人的啦 那假的啦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 我们证实自己真的有通灵这个能力 他们信的就信不信的就不信他 我只有这样觉得而已 你自己是相信这件事吗 不会有 但是神的话我真的不确定 到底有没有 那那个三太子你怎么解释 就我从头到尾都很怀疑啊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可是我去很多庙宝 不会问他们都说是 那对于你平常发生的那些灵异事件 你觉得是你的幻觉吗 还是是真的有发生 是真的有发生 因为因为这件事情 你去看过什么医生之类的吗 没有 我去手机了 你应该平常没有什么人格分裂 对不对 我没有 你是很正常的人 很正常